第246集 张凡望向的那个方向 原本矗立着两人 张凡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却知道这两人附近空空荡荡一片 似乎并没有什么人愿意靠近他们 至于是敬畏还是厌恶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他们过来干什么呢 心中的疑问 带得二人进前 清晰地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之后 也就迎刃而解了 是他 白里希尔 来人赫然是白里希尔和他的那个护卫老者 始终勾搂着背 站在白里希尔身后的结单中期高手 片刻功夫 两人现出身形 悬浮在空中 遥遥望来 这个时候 白里希尔脸上的神情 看上去似乎有点异样 勾炉老者更是不同 先前在虚实里 面对张凡的注视 勾炉老者不过表示了一下警告而已 并没有真正将他放在眼中 可是此时 他的目光之中分明是 满是郑重之意 便是站位 也不再缩于白里希尔的身后 而是并肩而立 甚至侧着身子 似乎随时准备抱起掩护一般 对于这一点 白里希尔或无所觉 张凡却是清楚地看在眼中 脸上也不由地浮出了一抹微笑 这修仙界 无论是地上地下 大陆海外 果然都是一个模样 只有实力才是根本 现在他展露出了足以灭杀 结单中期高手 并且游刃有余 不曾受伤的强大实力 当即就引起了对方的重视 他人看法 终究只不过是不关痛痒 张凡不过略略在脑中过了一下 也就不再多想 转而牧师一直沉默 表情怪异的白里希尔问道 白里小姐 不知有何贵干呢 或许是她的直接 让白里希尔很不习惯 争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迟疑着问道 喂 你的韩辉录和锁天印 能卖给我吗 价钱有你 说着 他又挺起了胸脯 话舌添足地解释了一句 我就要接单了 他居然也会解释 不仅仅是张凡 便是勾炉老者 也奇怪地忘了白里希尔一言 只觉得 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啊 对这样的大小姐 张凡向来是不怎么感冒的 摇了摇头说道 这两样东西 本人也有大用 让白里小姐失望了 白里希尔呢喃了一下 表情上看上去 似乎不如何失望的样子 倒是勾炉老者 见得张凡拒绝得如此没有余地 怒气冲冲地瞪式过来 浓烈的气息腾起 似于抱起 要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 张凡此时 却是不想在他们浪费时间了 漠然扫视了一眼 旋即又将目光注视在白里希尔的身上 顿时让其悚然而惊 收敛了气势 保镖就是保镖 张凡心中技巧 这样的人 即便是修为再高又如何 终究不得自由 若是其愿意 完全可以借着他对白里希尔安危的在意 轻易地将其灭杀于此 数百年苦修 化为乌有 这样的人生 张凡是十分鄙夷不屑的 心中有了定见 对这个结单中期的强者也没了兴趣 随便拱了拱手 萨然说道 本人尚有要事 这就不赔了 他日有缘再见吧 话音刚落 向着黑白二鼠一白手 就带离去 这次 沟炉老者倒是没有愤怒的意思 反而有点如释重负 看来张凡给他的压力当真不小啊 喂 你叫什么名字 白里希尔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先前的紧张 见得张凡要走 连忙开口问道 张凡 没有隐瞒的必要 这点 白里希尔只要跟虚实中人打探一下 完全可以知晓 也就随口 报上了自己真实的名号 南南重复了几遍 仿佛默迹于心 白里希尔忽然抬起头来 目光之中 隐隐带着期待 说道 张道友 十年之后我们乌银岛有海茂大会 到时会有很多岛屿前来交易 这样的东西还会有很多的 张道友 你来不来啊 又是十年 跟蓝风所说的一印证 张凡点了点头说道 到时本人自当前往 咱们纳时再见吧 话音刚落 略意拱手 便顿时带着黑白二鼠几个闪身 飞向了天水交接之处 此时太阳渐渐高悬 海面之上所有的雾气阴霾消散 一片明澈 波光灵灵 倒映在白里希尔白嫩的小脸上 泛出了一片璀璨 一直到张凡的身影 渐渐缩小终止不见 白里希尔才悠悠叹息了一声 陀叔 你说希尔 还能不能见到他 被称作陀叔的沟炉老者一皱眉 因张凡离去 慢慢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担心地看了白里希尔一眼说道 小姐 你这么在意这个小子做什么 若是要惩戒其不敬 可向岛主秉临 让他调遣高手来就是了 说到这里 陀叔突然顿住了 想起方才远远见得的 张凡灭伤无牙老怪 举重若轻的样子 也不由地说不下去了 无牙老怪此人 他也是听说过的 论境界 两人在伯仲之间 若是真要性命相伯 或许自己会更强一些 但是也有限得很 虽能取胜 但是充其量将其赶跑 要说灭伤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不用说自己毫发无损的 做到这一点了 仅此就可知道 张凡的修为高深莫测 完全不能用表面的境界来衡量 就是以雾引导的实力 真要派人千里追杀此人 怕是难度也甚高 即便功成 不伤筋动骨 也会导致自己实力空虚 被人趁虚而入 几乎是一定的事情 以雾引导主的精明 根本就不可能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难倒是 看着雾引导主 骄纵之下 刁蛮成性的百里希儿 忽然讲话变得很有道理 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托书心中 顿时现出一个不祥的预感 越想越慌 连忙问道 小姐 那小子有什么好的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才不是呢 托书 你说什么呀 百里希儿脸上染上了一层烟红 娇称的堕足说道 不是就好 不是就好啊 托书听到这话 心中松了一口气 若是百里希儿真的动了春心 那就糟糕了 做傻事三字 根本不足以形容 雾引导 重楼导 这两个同出一脉 后来又分道扬镳的两大势力 他们之间的联姻 要是被破坏了 那就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解除婚约 可以解决的了 大战一场 那都是轻的 百里希儿并没有注意到 托书的胆战心惊 只是兴奋地说道 托书 你有没有觉得 他很像我爹爹啊 真的好像哦 说话的样子 动手的样子 都好威风啊 有吗 我不觉得 托书愤愤地应了一句 砰砰跳个不停的心 也总算是落了回去 只要不是男女之情就好 经他一提醒 细想之下 还真的有点像 不过转眼 他也就把这个念头 抛住脑后了 对百里希儿说 小姐 我们出来 也有一段时间了 该回去了 不然岛主要是怪罪下来 好吧 白里希儿恋恋不舍地又忘了一眼这片海域 仿佛龙中鸟 难得出来透了透气 又不得不回到金丝龙中一般 眼神里面满是惆怅 与白里希儿不同 已经离开 张凡就将他们两人抛住脑后 不过路人而已 他们如何想 根本不放在他的心中 至于答应的那个十年之约 一部分是应付了事 另一部分则是蓝峰所说的 天火紫金铜会出没 这才是关键 无论是否有白里希儿的因素 十年之后 他必会到雾银岛一行 离开那片海域 三人一路顺利 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 天边就引现出了一座岛屿的轮廓 来来往往的修监者 也渐渐多了起来 这正是义士岛 终于回来了 二十年不见 这义士岛在张凡的心中 不仅没有产生陌生之感 反而隐隐有些亲切 视周围或诧异或敬畏的目光如无物 张凡一挥手 带着黑白二鼠 如流星般投入到岛屿之中 抚一入内 喧嚣迎面而来 二十年离群所居 再次面对这样的热闹 真若恍如隔世之感 漫步在街道之上 一切的一切都与二十年前并无太大的差异 物价如是 来往的人群亦如是 最多不过是多上几间店铺 少却几个摊位而已 义士岛并不大 即便是张凡以这种近乎缅怀的态度漫步过来 不过片刻也到了一条宽敞的大街上 这与其说是一条大街 不如说是一间店铺 整条大街左右接挂着同一间店铺的招牌 不需入内 单单在外面一看就知道 这家商铺的强大实力了 能将一整条街道变成店铺的大堂 这样的作为足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啊 这正是半贤堂 整条街道上挂着的商铺名称 都是半贤堂这三个字 二十年前 张凡留下了在这海外之地堪称海量的链材 足以支撑商铺运营二三十年之久了 现在看来掌柜老头和兽猴他们 并没有白费自己这二十年的功夫 至少在张凡看来 单单店铺的规模就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老板 这 这就是咱家的店铺呀 真是大呀 黑白二鼠看着眼前大规模的商铺 眼中露出了羡慕无比的目光 真正见得实物 对之后五十年的守卫生涯 不知不觉 也不那么抗拒了 在这样的商铺当中当守卫 那油水肯定是大大的呀 想到这里 他们二人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张凡微微一笑也不多说 静止带着他们二人进入到店铺之中 府一进入店铺 他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不见了 转而如挂寒霜 冷似严冬 在外面 看到半闲堂店铺的规模扩大了 招牌也在 本以为这二十年的实力真空期并没有什么人来捣乱 现在看来却并不是如此 此时正是清晨 店铺一日的火红本当开始了才是 可是出现在张凡面前的却是一幅萧条的景象 往来的只有小猫两三只 还是一幅店伙计打扮 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 这也就罢了 没生意不一定是什么大事 也许是受了什么影响也说不定 但是一看到这些伙计无精打采的动作 懒洋洋的表情 张凡就知道 一定有事情发生了 一间店铺经营情况的好坏 很多时候只要看看里面的伙计就可知道了 精神面貌极好 每一天都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必然生意红火 像眼前这般无精打采 像是三天没睡觉的 肯定是差到了极点 三位前辈 欢迎光临小店 请里面坐 小三 凤茶 一个伙计迎上前来 不过是一个凡人 自然判断不出张凡的修为 开口就是前辈 脸上勉强挤出笑容 张凡见得此人 倒是也暗自点头 掌柜老头果然有手段 这些凡人伙计 虽然一副对店铺生意绝望了 只要有一天没一天混日子的样子 可是在客人上门的时候 表现出的却还不错 可见掌柜的调教没有白费 不用做了 叫你们的掌柜出来 瘦猴也可以 张凡此言一出 伙计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悲愤恐惧怨恨 一一闪过 最终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将所有的情绪压下 勉强平静地说道 请前辈烧的 小的 这就去通报 话说完 转身就上了二楼 老板 他好像是把我们当成捣乱的了 这黑白二鼠说完这话 也是凑到了身前 低声说道 话里话外 不乏幸灾乐祸之意 哼 肯定是有麻烦 你们这两只老鼠 先伸手的时候到了 张凡四笑非笑地 瞥了他们一眼 细虐地说道 老板 不要啊 在周围各个伙计 或愤怒或猥琐的注视之下 三人 已然自若 谈笑无忌 其实 无论是黑白二鼠 还是张凡本人 都完全不将 半贤堂的麻烦 放在心上 只要看着半贤堂 还能正常营业 就知道 这麻烦 打不到哪里去 有三个 结丹宗师坐镇 若还是解决不了 这样的小麻烦 那真是笑话了 少请 噔噔噔噔的声音 从楼梯口响起 张凡寻声望去 正见得一前三后 四个身影 从楼梯口处 依次献出 走在最前面的 是先前进去通报的小伙计 此时 她的脸上不仅没有 靠山在后的安然 反而愈加的悲愤 一边走着 一边将拳头捏得紧紧的 好似不如此 就不足以压住 她心中的冲动似的 这倒也是一个中仆啊 可造之才 不错 张凡看后 暗暗点头 不过 此时 却不是关注此人的时候 目光后移 落到了随后出现的 三个人身上 照面的刹那间 对面的三人中 有两个猛然争住了 身体都在微微颤动 掌柜老头 年纪看上去更大了一些 不仅须发皆白 原本还算是有神的双目 也显得浑浊了 只有在见得张凡的时候 她的眼中才现出了多般色彩 好似瞬间又活过来一般 她的身后 站着一个中年胖子 身子发福 挤占了大半个楼梯 让她身后之人 到现在还下不来 半个脑袋 在楼梯拐弯处阻隔着 也见不得真容 竟然 张凡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此人的身上 这才真正感觉到了 二十年的时间 到底有多么的漫长 当年瘦骁如猴子一般的瘦猴 现在肥胖如猪 单单是身体的宽度 就是以前的四倍以上 更不用说 像女人一般的胸脯 低头看不见 剿灭的大肚子 走起路来 一颤一颤的两颊肥肉了 被其压得 咯吱咯吱 只想的楼梯 完全说明了 她此时的状态 沧海桑田 物是人非 这两个词 用在她的身上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若不是其眉宇之间 还有那始终 咕噜噜乱转的眼珠子 都依稀有当年 兽猴的神韵 张凡真是不敢认了 老老 兽猴这个时候 也认出了张凡的身份 不知道是太过于兴奋 还是怎么的 结结巴巴半天 一句葫芦话 都说不出来 爹 你没事吧 先前引路的伙计 赶忙反过身来 搀扶住兽猴 同时怒视向张凡 一张还算是俊俏的小脸 瞬间仗得通红 哦 他是兽猴的儿子 张凡仔细打量了一番 果然 梅雨间 有点兽猴当年的样子 不过 比起他老子当年 这小伙计 可真是俊俏的多了 这个时候 他也恍然明白 为何他要说出 找兽猴之时 这个年轻人就认定了 他是来找麻烦的 现在的兽猴 哪里还有一点 兽猴的模样 会这么叫的 不是故人 就是来找麻烦 特意来蛇辱他爹的 估计最近的环境不好 年轻伙计就直接以为是后者了 才会有了误会 呆 你等泼皮 不好好营生 竟然使出这等黑手 吃安一棍 许是见得掌柜和兽猴的反应 太过于异常了 又被年轻伙计导 一直被挡在楼梯拐角之处的人 估计是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竟然是忍耐不住 动起手来 轰 碎木横飞 阶梯洞穿 一根仿佛熟铜棍一般的灵气 穿了出来 电射而来